哈喽,大家好,雅黎又跟大家见面啦,今天是端午节,大家普遍都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世人屈原,但是除此之外,其实还有其他由来哦,今天一样花个五分钟,带大家重新了解端午节吧。 第一个端午节的由来,是大家比较熟知的,在战国时代,楚国有一名忠臣名为屈原,他早年受楚怀王信任,而且有楚国第一世人的称号,但是因为他主张楚与其国联合以抗秦国,而这当时不是主流意见,所以后来渐渐不受重视。 而后,楚怀王遭秦昭王所骗而被扣留在五关,于是他继续辅佐下一任原为太子的楚清湘王,但是主流意见仍然还是与秦国议和,最终因意见不可被赶出首都流放至江南地区。 然而,因为被流放,所以这十八年间,屈原非常接地气地接触人民底层,了解人民所需,也受人民爱戴,更留下千古绝唱鱼糟。 最后,楚清湘王被秦国攻破楚国首都,屈原日宴想为国家效力,但是因为被放逐,所以无法回朝效力而感到十分痛苦与哀伤,最终在农历的五日五日也就是日后跟午节这一天,抱着石头,投入秘罗江而亡。 而人民有感于他忠心为国,且真心为人民做事,纷纷划船想去拯救他,但是找不到他的尸体,又担心于会吃掉他的尸体,于是就用竹筒装糯米,抛入江内,希望于吃糯米不吃屈原,而以上这两个便是华龙中鱼包粽子的由来。 另外要提第二种说法,说端午节是纪念吴子旭的,吴子旭是春秋时代的楚国人,而因楚国内乱,楚平王最终成功出现成功登基为王,清算了当时战作对的吴子旭一家人,最终吴子旭的父亲以及哥哥被杀,吴子旭逃跑至吴国。 到了吴国之后,奋斗之下,协助吴王和驴完成霸业,并且攻陷楚国,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,颠打了三百下,以暴杀父之仇。 但吴王和驴死后,他的儿子夫差并不信任吴子旭,夫差打败越国,越王勾剑投降,吴子旭认为应该一举消灭越国,可怜其灭越,但是自信心爆棚的吴王夫差并没有听从吴子旭的话。 反而听信太在国体的谗言,似见吴子旭令自尽,吴子旭自尽前要家人在他死后将他双眼挖出,挂在东城门上看着越国军队越王吴国,夫差更加火大,向吴子旭施身于5月5日,抛弃至乾塘江。 而后越王勾剑果然灭了吴国,仁明于是认为吴子旭有神明附体,并认为死后的他,在乾塘江变成了朝神,于是,江浙的百姓每逢5日初五,都会举行各种祭祀活动,这些祭祀活动也是后来端午节种种风俗的起源。 而农历的5月5日,古时被称为恶元恶日,古代认为疾病是恶鬼附身,所以在5月5日这天,也会有吃无子去五毒的传统,吃无子指的是,粽子,豆子,茄子,李子,桃子。 而龙在东方一直有崇高的地位,所以也习惯在这一天,去用龙的形象来驱邪避凶,龙舟也是因此而生。 而端这个字,也有初始的意思,所以端午其实是初五,按照历法,五月是五月,因此端午慢慢演变成,现在大家所熟知的端午。 台湾这边端午最重要的就是保留粽子与龙舟的传统,同时吃无子去五毒,以五十水,入五十水,五十粒蛋,传说能在中午时,利起鸡蛋可以得到好运。 这些传统都有保留,这天是国定假日,所以在台湾的各位,也可以好好清洗一下。 好的,那么这部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希望多多少少有让各位多了解到一些点故语由来,让大家吃粽子都能吃得愉快。 下次再见,播播。